因为我是一个比较乐观的人 我觉得很多竞技比赛呢 不一定要去就是往私里拼 然后有的东西呢 是要去挑战自己 小点小点小点 他不爱听他不爱听 是吧 是不是 从竞技角度来讲 您说 没有争冠实力的人 他心态多好 你看看你看看 他要想着拿冠军 他就不可能心态好 阴阳你阴阳人 哦阴阳你 难怪我说怎么那么累呢 难怪我